好的 帶您來關注國會風雲立法院的消息 帶您一手掌握 那麼今天的焦點 第一個就鎖定在了國防委員會 那麼國防部長邱國正的兒子 因為他呢 他之前涉及召妓 而且還有許多的不雅影片流出 引發了爭議 尤其他的身份又是國安局的人員 也因此引發了是不是有泄密的疑慮 那麼國防部長邱國正 第一時間就向總統蔡英文口頭請辭 不過遭到了胃流 那麼今天呢 在立法院邀請到 國防部長前來備詢 沒想到原本外界都預期以為 這邱國正應該會請假 沒想到他今天是沒有請假 反而是直求對決 面對兒子的爭議呢 他也來做說明 一起來聽聽看邱國正怎麼說 我現在我一個通盤做個說明好不好 這個探蓋家裡的事情 那首先我對各位感到很抱歉 就是兒子的事情造成大眾多紛擾 尤其對他服務的單位 立案要調查 這都是很靠會人力跟這個成本的 我真的表達愜意 不光是對他單位 對我們造成紛擾的 就是我們講說不管怎麼樣 我稍微是痛的 但我不可以幫他這麼救火 因為你要蓋瓜成說 但家人一定跟他站在一起 可以聽到呢 就國防部長邱國正先向外界 多次的雷致歉 各程講到了這個兒子竟然已經點了 就把火就一定要蓋瓜成瘦 他說他接下來會堅守崗位 不會插手這件事情 不過身為他兒子的家人 他一定會做他最大的支柱 那麼今天呢 這個邱國正呢 是坦然的來面對媒體 面對媒體的提問呢 他都是有回應的 甚至被問到說 這是不是背後扯到了內鬥 有人是希望 把他從國防部長大位給拉下來 那麼邱國正是強調了 他自己不做這樣的預測 那麼目前就是先把崗位上的事情 給做好比較重要 而今天在立法院 還有另外一個焦點 那麼我們就是鎖定在了 衛福部上面 稍待會兒有最新的情形 我們會隨時為您連線掌握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狀況 讓他看大部раф法 迫.. 看到